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6年7月 位于长江两岸的很多地区 正经历着由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袭击 长江告急 内湖告急 内河告急 到处都告急 麻城发生的一场呢 有史以来 车的洪灾雨太大了 洪水爆炸 来势凶猛 瞬间防倒污塌的惊恐 让被困孤岛的村民产生了绝望 此时 隔岸的人们徒手已无法施救 他跟我通报的是140多人为的里面 我说这个时候 人命关天 这是最大的事 湖北省麻城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曹又松 坐镇指挥 现场调集警力和装备 组织施救 从10公里外 火速赶往顺河镇的警方人员 和一艘冲锋舟 途中遭遇到困难 行驶到一十五个 还有十公里的地方 我从来没看到这样的想象 我在水库生了三十年 三十多年 我没见过这样的 河里面全部是那个漂浮物 时间就是生命 你能够最快速赶到救援现场 就是意味着你有多一份时间 能进行救援 整个河里面都是满的 我就没法走 然后雨一下子大 眼睛看不了前面 一边抬一边走 一边抬一边走 六百公斤的冲锋舟 大家只能用这种方式想时间 陷阱比较急 全都在复旧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他河里的水 突然一涨 涨了几米 河水在涨 房屋还在陆续倒塌 一是非常危险 第二是里面的人 情绪非常激动 这个时候生死关痛了 我那个嫂子的房子倒了 我们就站在我们家 出来不了 房子已经垮了 四五栋了 很多河里面的房子 都已经掏空了 情况非常紧急 四肢就是水 没办法 冲锋中意过不来 到处就是水 我们那个时候也很绝望的 如果说我们没来 大家都肯定有一种绝望 由于洪水造成了断电 手机无信号 救援人员无法掌握到 被困村庄的具体情况 此时绝望中的村民 看到了希望 他们看到了一艘小船 和抢血队员 正在快速准备营救 你得来几个 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附近陈州和指导员张立斌 驾驶冲锋州 相互配合 将冒险展开营救 真的很怕很怕 说实在我有没有底 我真的没底 因为我 长得这么大 没降这么大的水 而且我平常用船 用冲锋州 我都是在军水中行死 冲锋州在汹涌的洪水中 急不稳定 一个大浪 就可能连人带船先翻 到了以后 亲眼看到 倒了一栋房子 亲眼看到的 我要看到什么呢 摩托车 空调挂机 空调跪机 还有棺木 一眨眼 眼前不见了 都被红色冲走了 这个时候你非游泳 没用的 因为那个水流太急 就是把你冲到 石头上面就 就脏完蛋了 就脏死了 这种绳子 在上游 把我冲锋州 绑好 我在下游开始往上面上游冲 一个人冲过去 救援我就有把握 当时我和陈秋商量的时候 他让我叫我别上场 他让我先试一下 他说万一有什么 因为我做的最坏的打算 张志导不同意 也是张志导给我底气 我才敢这么做 他说不行 我一定在上面 我的上面你才有底气 你的胆量更大一些 附近陈秋和指导员张礼斌 驾驶冲锋州相互配合 将冒险展开营救 陈秋叫我下场的时候 我当时说失望 我心里也很感动 就是一个协警 一个附警 境界 人身的境界这么高 而此刻发动机还没有启动 冲锋州已被打转了方向 突然一股机流过来 差一点把我打换了 信号有一个绳子把我拉住了 不然的话那就缠就换了 缠换了就后面的后果就不堪设想 此刻冲锋州已经冲进湍气的洪水中 指导员张礼斌险些跌入急流 恰在此时 在救援现场的总指挥 接到了一个电话 刚好接的一个电话 就是我们特警的 有一个船 因为水流太急 把个船打翻了 我们五个特警 都掉水里了 因为当时水流非常急 生死不明 当时我看了一下 他表情也非常凝重 当时我听了这个电话 在看到我面前这种场景 我当时的手都发抖 同样的救援现场 同样的险情 令现场总指挥曹又松 更加担心的是 已经在洪水中的陈州和张礼斌 并没有接受过 在惊涛骇浪中 驾驶冲锋州的训练 水越来越大 就是多一分钟多一分危险 雨还在下 水还在涨 五六级大风 助长着狂浪 被困村民和两名救援人员的生命 同样面临着 随时被洪水吞噬的风险 我们这里浪也急 我不光是担心沉重 但我们两个干警 两个民警的生命 我也负责任 洪水滔天 孤岛中的村民呼救起气 小船飘摇 救援刻不容缓 两名队员 批波展浪十几次 往返转移 一句暖心话日 放弃求生的老人 求生有望 洪水中的脊梁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尽管洪水似女 陈州和张立斌 驾驶冲锋舟 成功摆动 当船急速靠岸的那一刻 两岸的掌声 欢呼声 盖过了雨声 对面以前是哭 现在是笑了 捂着我的手 救命稻草来了 是不是 我就是一个稻草 一百多人 生的希望 就靠陈州 张立斌 和这艘小船了 由于水势太忙 风大浪急 顺水行舟 控制不了方向 二人先顺势停靠了船 顾不得个人安危 便试探着 尽快接近被困村民 把他们集中到一个 能安全上船的位置 我在一边救人的时候 房子就一边倒 我亲眼看到 到了三栋房子 村干部 立刻协助陈州和张立斌 调整了接应地点 当晚七点零七分 第一船营救终于展开了 村民的情绪 稍稍缓和了些 第一趟过去的时候 在那五人试一把 过去 就是在人过去的没事 回来的时候就 控制不了方向 渗水 然后就把船 往下面打 你控制不了 就是回来的时候危险 虽然加了这条绳子 这样的洪水面前 一条绳子增加的安全系数 还是太低了 冲锋州每次往返 还是要先顺水 滑到一个自然障碍处 再接地势 突然发力 逆流而上 冲向指定地点 天色已晚 雨没有停歇的意思 陈州和张指导员 要和时间赛跑 冲锋州每往返一次 时间压缩到了六七分钟 请一秒十一秒 我的水心里面 水的灌满了 没时间到 陈州和张礼斌 从中午接到救援指令 到十几次往返百度 已经在危险中 持续高强度紧张工作 七八个小时了 将掌握到的村民 全部转移完毕 此刻 精疲力尽的陈州 又独自驾船 拉着两名村干部返航 清点被救人员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就在这次途中 危险发生了 浪过了 把我们冲锋州的缠头 在打翻了 我在岸上看着 陈州已经掉在水里面去了 他骰到河里面 没有顾着自己 算是顾着自己的生命 看着他掉在水里的一个状况 说是往心里一沉 说完了完了 可能出事了 生死关头 附近陈州 再次做出了本能的应急反应 他一下子先把杀好 杀好以后 陈上两位 没事 这一幕 虽然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但是陈州的应急能力 特别是 面对生死 表现出来的国感和担当 留在了每一位 见证者的心里 化现为意后 陈州在惊险中 继续前行 二人所 整个反复核实 还有八个人 民警逐户清点后发现 这八人所在的位置 是与这条河 还合着一条河的后面那一带 这个是看不见 第二个联系不上 第三个 喊一喊不见 太稳听不见 因为当时水流啊 水真的太急了 就像我们这喊 喊什么话都等不听着 全身湿透 滴水未尽 体力消耗很大的 陈州和张指导员 作为救援主力 来不及恢复体力了 要把那个厂 从这个河道 移到另外一个河道 这样找上那八个人 当冲锋州 终于转移到另一条河时 天已经黑透了 天还暗起来 整个都黑了 但是他们进去了以后 有一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一直都没有看到他们 岸上的人很焦急 村民的呼救很急切 救援人员很疲惫 但洪水依然疯狂 没有任何天光 全凭手电微弱光线 和远处的车灯照目 救援难度和风险都更大 有一点的灯光 或者是手电的光 我们觉得也放心了 但被洪水冲垮的 桥梁的残缘断壁 形成了15米左右的障碍区 阻隔了冲锋州 靠向呼救的村民 我们养巴巴的看到这八个人 试了一下 我试了两次 两次都不成功 第一次 船被打回来了 第二次奖打坏了 两次冲锋 不仅没能靠近被困村民 船桨还被障碍物打坏了 船里也进了半舱水 冲锋州也到不了 而且房子 看着很危险 看着要倒的样子 什么都是三层楼的房子 看着要倒 这15米 就是这八位村民的生死距离 土生土长的陈舟 舀着水 想到了一个办法 找梯子 用铁丝把它绑起来 把四五个梯子 我们试一下 慢慢地放过去 让他们伸着梯子爬过来 救一个三一个 能够多救个出来 那就是我 这是我的本性 也是我的本能 四个梯子绑成一体 架在断桥残体上 虽然还是很危险 但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前四个人 在惊恐中爬过了这15米 得救了 但是第五位 74岁的老奶奶 不久前刚做了结果手术 他的选择让救援速度 慢慢下来 他是被塞伤 脚上打钢 他不能走路 那样 他就不上梯子 他怎么缠了都不上梯子 他说 他说我现在这么年纪了 他有个老的 有老的帮忙 他就帮忙脱了 如此陷境中 多一分犹豫 就少一分得救的希望 他先爬了一次 他自己退回去了 家里 一身那个弟弟 就推他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要命了 如果他最后一分过来更困难 所以还留了两个人三个人 让这个老的先爬过来 最后几个年轻力章了 再过来 被洪水掏空的楼房 已经摇摇欲坠 如果老人不能尽快通过梯子 负责救援的陈州和张立斌 以及其他几个村民的生命 都会受到威胁 我想着这个老太太 估计救不了了 我怕他估计在他的体上 可能掉下去 陈州还说了句话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们在这里等你 你爬 慢慢爬 我们在这里等你 他没有力气 然后脚又非常痛 他自己就想放弃 叫他不要再救了 算了 不会抛下你的 陈州当然说了 我们心里听了都很感动 这样的附近 我感到很自好 不会抛下你 生死攸关 陈州不顾个人安危的贴心言行 给了老人战胜恐惧最大的力量 你不过来 你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也不好 我们也交代不了 我说你不过来 就是要我们跳下去救你 你说你跳下去我们有命吗 这老奶奶还明思你 老奶奶哭着重新上了梯子 防盗屋她的险情正一步步逼近他们 陈州继续用语言鼓励老奶奶 老奶奶慢慢爬 他们都能过来 我相信你已经能爬过来 但是哭得挺厉害 她是走一步 哭一步 四步梯子 一直哭下去 现场人员不仅听到了老奶奶一步一哭 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现场能听到里面的钢筋都被拉断的声音 这个房子随时都可能倒塌 一个又一个 八个人陆续上船 八个人全部救完以后 不到十分钟 房子倒掉了 吃个十分钟八分钟的 就没希望了 当然是没有他们那个产 那可一算我们也得了 那就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一个异地报警 让疲惫之师夜法丁家族 一个建在坝体上的民宅 成为泄洪的绝口 救援人员室内外抢险 险象还生 洪水中的脊梁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陈州和张立斌分秒必争 保证了一百多位村民活了下来 但这份平安 是因为他们担当了 可能付出自己生命的风险 换来的 同样在长江岸边 在九江庞泽的丁家嘴 夜里一个被救村民的女儿 异地报警 过度消耗着有限而宝贵的警力资源 我觉得很寒心 我真实的感受 我真的觉得很寒心 让张荣仙感到寒心的这件事 就发生在彭泽有史以来 最大降与的这一天 当时来这个县城呢 城区泪涝 这个城外的各个堤坝都告急 这个最危险的呢 就是有两个小区村长 一个是丁家嘴 一个是锚店村 大灾面前 人命关天 每一秒钟都关乎生死 时任江西省九江市 彭泽县公安局长的刘洪 亲自率领 消防 武警 公安民警六十人 冒险艰难疏散 像在天黑和更大洪风到来之前 完成了一万六千多村民的转移 保障了丁家嘴 所有村民的生命安全 然而 晚上九点多 刚刚撤离的突击队 还没来得及吃口晚饭 更为得到片刻休整 一个报警电话 他们只能抖擞精神 再次返回丁家族 那么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警情呢 九点钟的样子吧 我接到省公安厅 邀你一个电话 这个转给我们市公安局 转接过来的 他就说 有群众举报 说你们彭泽县公安局 见到被困群众不施救 我一听到这话以后 我老大就一发懵就 我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电话让刘红感到疑惑 也让抢险队员大为不解 消防光兵和我们的民警 听到消息以后呢 感觉非常非常委屈 非常委屈 说不可能还有 没有救出来的群众呢 而这个报警电话 正是丁家嘴 一位软性村民的女儿打来的 但抢险队员确认 这位村民白天已经被转移出来了 当天我们已经 至少是两到三次 把他从这个洪水淹 淹漠的地方 把他已经救援过来了 那么天黑后 他怎么又出现在 一片汪洋 断水断电 漆黑一片 险象还生的丁家嘴呢 就跟我们说 我还有个包没拿出来 天黑后 这位姓阮的村民 却再次擅自跑回了丁家嘴 就在最后一趟返回家中 携带财物时 险情发生了 因为这个水是突然的涨起来的 原本已是汪洋一片的小区 此刻水突然涨到了二楼 村民阮某终于意识到 自己性命难保 我一怕了 我自己就不好意思打电话 我实际上已经做 这个是来的会儿 我已经出了好几趟了 所以他就叫他女儿 直接从上海给省公安厅 110打电话 省公安厅110就向副省长 汇报了这个事情 考虑到夜晚救援的风险和难度 指挥部在转移村民时明确提出 丁家嘴在没有解除风险之前 村民不得自行返回 但此刻村民软某的行为 不仅违反了规定 而且以举报的方式报警求救 我说再有委屈 放在下一步 当务至极是救人 当救援人员再返丁家嘴时 阮某的手机没电了 在没有光亮的汪洋中 很难找到参照物 确定方位难度很大 在喧嚣的暴雨声中 喊话也很微弱 只知道他的大概方位 然后我们这个救援船 基本上阿家户拿着电筒 跟他边联系 边寻找他的位置 小船在飘满障碍物 和淹没了的楼房间穿行 非常危险 整个时就从晚上 10点钟开始了 大概搞到12点左右 搞得很晚很晚 我们一两百号人 就是为他救他这一个人 盆栈县这个警方 有限度的 就不是这一个地方一言了 因为他们也没什么人 好多人 还有人上了大体去了 救上来以后 他跟我们讲了 不应该用公安 这个不施救 江河暴涨 外洪内涝 村庄 城区 堤坝 险情四起 庞泽多处告急 三个灾情比较重的县市区 尤其是庞泽 庞泽的灾情是最严重的 我呢 带着我们图居队 是往险 往这个发生险情的地方走 老百姓是往后撤 这栋建在坝体上的三层民宅 一层被湖水掏空 形成了绝口 缺口处呢 那个民房 那个地基啊 在不断地 这个洗刷以后啊 缺口越来越大 水越来越急 洪水形成了猛烈的冲击力 投放沙袋堵堵 无济于事 在场的领导 也要我们的 如果说 确实堵不上 就是人先撤离 再 再研究新的 这个堵 堵口的这个方案 洪水猛变 险情不等人 在现场都是有那种 有那种危险感 就是 每个人都知道 这栋房子随时 可能被撕开 随时都有可能把这个房子 给冲毁了 如果这栋房子倒掉了 整个坝 这个坝就很可能会决定 落差六米的洪水 如果一泻而下 坝下的几百户村民 将来不及全部转移 生命财产和几千亩粮田 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洪水来得这么猛 我们确确实实 当时有一种 与洪水晒满 与时间晒满 抢时间 争分多秒 既在抢时间 也是在冒险 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就说了一个 我说我先上去 大家跟着我一起上 柳一长 他自己来 就是非常果断 就用铁栅栏 先缓解 这个掘口的水 水的流量 然后再用撒带 用木桩 再进行填塞封堵 乡县人员 把二楼的小窗户 凿开变大 再通过窗户 把铁栅栏 固定到一楼的掘口处 时任江西彭泽县 公安局长的刘洪 不仅做出楼内堵掘 这样一个风险极大的决定 并亲自带人 进到被洪水撞击的 一直颤动的居民楼里 我好怕 但是那一瞬间的感觉 不会防止他 人就没了 危急时刻 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和经验 他当时那一句话 对我们赞助的感觉很深 我是个老党员 我有抗抗经验 我不上 谁先上 在1998年 九江抗抗期间 这位曾经身陷士卒 荣立集体二等工 个人三等工的刘洪 能否带领抢险队员 再次降服洪魔呢 中户大堤 3.8公里的险段 34天的守护 全部的房屋 抗抗人员 都是在大堤上休息的 任务最重 坚守时间最长 而且险情最多 受持吊令的刘洪 继续留在抗险一线 完成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和使命 洪水中的脊梁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这栋建在坝体上的房子 一旦垮塌 大坝便撕开了一道口子 市任江西省九江市 彭泽县公安局长的刘洪 此刻只有一个信念 确保大坝不决堤 刘局长亲自出现在了 最危险的位置 鼓舞了枪险队员的士气 然而第一次放置铁栅栏时 危险还是发生了 放置这个防盗窗的时候 防盗窗突然宣发 把六名武警官兵 两个民警全部覆盖在水里面 两吨重队的铁栅栏 就是变得形成了一个弯形 就被洪水冲弯了 连铁栅栏带人全部被洪水给卷走 刘洪挑选的抢险队员 瞬间消失了 看到这个情况一样 哎呀 整个心往下一程 不是完了 这就出事了 但水性过硬的枪险队员 关键时刻体现出了强大的个人能力 就把那个防盗窗给掀起来 眼睛一个个从水里面冒起来 看他们冒起来以后 又感觉到感人又有一些欣慰 不仅没有人员伤亡 而且完成了杜绝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到欣慰 他们再次书写了人民警察担当极难险重的职业荣耀 江西的抗洪是在九江 九江的抗洪呢 是在盆泽 那么我们盆泽的抗洪呢 就在我们中湖大地 同志那个大地 他那个看到我心里发毛啊 让张副市长心里发毛的大地正是中湖大地 刺客的中湖大地正遭受着暴雨洪风的轮番袭击 危在旦夕 中湖大地上啊 我们在这个汛期啊 发生了八处大面积的塌坊 其中有三处啊 都有一百多米 大面积的塌坊 而中湖大地的水位是低于长江水位 如果两天两夜不能完成大堤修复加固 那么尼波特台风到来 不堪重湖的霸体 它可能全线崩溃 中湖大地的全长三点八公里 它是险情最多 路线最长 土质啊 全部是撒屎 这么危急的那些那些那些险情 我们整个的队伍只有 同志只有两百警力 是不足以那个保证这个大地的安全 尤其是暴雨高温的天气和连续多日作战 湘县队员都有些利所不知 我当时跟那个陪我一起检查的时候的县里领导 我说你们要跟这道大地增加人缘呢 就是我们公安这么一点力量在那里 我说这个任务能完成得了 你要牙要挺住 是吧 因为你毕竟是为一骑制掌 他说没问题 我说往年没有这么大的水情啊 没这么大灾情啊 派不出力量啊 没办法啊 2016年的洪水 以人们记忆中的1998年汛气的降水量 还要集中 还要大 到了当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 塌方的面积进一步加大 这个时间就非常紧了 这个就必须要我们这个 就必须要不能停歇 就必须要完全的就是 要跟这个危险呢 抢进度 抢时间 所以万一真的是冲开了口子 搞得不好就有我们的林警 就就就就上网了 时间紧 任务重 在没有增援力量的情况下 只能最大化发挥现有人员的效力 刘长当时就有下定之力 从他自己自己做起 他呢 当时呢就是 成了我们这个这个模范 他自己呢又有这个低血糖跟那个甲抗啊 又是个五十多岁的这个老同志 前期两三天呢 我们又每天呢 都是在救援那个 这个救灾的这个第一线上 当时到凌晨四点的时候 就已经工作了一十六个小时 这一十六个小时的那个工作啊 这个还是对他产生了一个反应 他整个人从那个坡上 就是整个人就就那个滑了下来 这个面部朝这个朝这个坡 两个腿啊 没有力量 倒在地下去 赶快冲过去 就不停地叫刘居 刘居刘居 他都那个 这人都没反应 而这样高强度持续作战 在堤坝上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止于此 雨在拼命的下 这个台风又把这个 这边的水来 就拼命的往这边 这个扑打 看了这个塔邦啊 就是一块一块的 一大块一块的往那崩 崩塌过去 台风的到来 让原本脆弱的中湖大堤 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不分男女老幼 这个不分这个一线二线 包括退休的民警 他都能喊出洪水不退我就不退 是吧 人家还是普通的民警 我作为一个县级干部 一个公安局长 用他们的言行来激励自己 我却知道你未了谁 离起他 住了一条八大米多长的这个子地 这样的话就有效地控制水清 没让这个洪水来 离这个台风到来啊 这个让他让他慢停 顶着这帮弟兄们 真的是我为他们自豪 而此刻才坐下 好好喘息的刘洪 突然心生内疚 他把这个电话打给了母亲 忽然说 哎呀这个 我忘了一件大事了 那个 今天是我这个母亲的 八十岁的生日啊 我心里实际上也很内疚 我如果说我 回不去 我应该主动打个电话 那当时他懵的 拿到那个电话通了之后 他停顿了 停顿了两三秒钟 半天没说出声 心里是很感动的 我会为我们的警察 为我们的弟兄们点赞 我也感谢 这个彭泽县局 全体民警呢 这个和我一起 这个亲自参与 体炼 见证了 我们彭泽县公安局 在今年 这个抗洪抢险当中的 这个历历在末的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 一张张可敬的面孔 让人们感受到 人民警察 在和平年代的 职业担打 灾难来临 他们是救援队伍的 中流砥柱 他们用果敢和智慧 守备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 为了春回大烟归 满江热血 唱出青春无悔 望穿天涯 不知山有何时悔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张旭昌 南汉族 1974年12月25日出生 户籍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新桥镇 大庄村委会 石坎村310号 身份证号码 452123197412251090 该犯罪嫌疑人 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提供有关线索 及时拨打110报警 成年男子 晚饭后无故失踪 绑架 遇害 还是躲避债务 一条信息 家人如何找寻 蛛丝马迹 民警能否还原 案件真相 最后的晚餐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